阮曼君越来越不讨喜,林陆云吼出观众的心声,果然要听妈妈的话。 张翰和看青子主演的电视剧《如若巴里不快乐》一直在更新当中,虽然一个礼拜只有几集,但是观众们还是很喜欢的,毕竟里面剧情确实是有点扑朔迷离,换句话来说也就是,有点狗血。 虽然是张翰和看青子两位颜值高的主演,但是这部电视剧《强大道》,可以让你忽略他们的颜值。 张翰在里面依旧还是霸道总裁的人设,而这一个的看青子人设当然不是灰姑娘,而是更狗血的假王子的前任。 虽然刚开始软漫军一直让我们感觉是很坚强,很努力的人设,但是剧情越是到了后面就感觉垮了。 而这一切都不是什么重点。重点是, 软漫军这个角色确实是越来越不讨喜,虽然在恋爱里面两个人有小打小闹是很正常的事情。 你们这一天变一个样子确实是很难让人接受呀。 听到,或者是看到一点点风声,马上给脸色,动不动提分手更是让人大跌眼镜。 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的就是信任,但是小编我在软漫军身上完全没有看出来对于男朋友的信任和支持。 而更让人气愤的还在后面。 啊!只听半句就算了,在捅卓遥有难处的时候也没有出什么力。 不跟他说有什么困难又生气,跟他说了又帮不上忙,那你说,你要知道干吗? 最新更新的剧情里面,同着遥的工地上面工人出事了,他听到卓遥说给他妈妈的气话,就进来质问同卓遥。 我想你是没有带脑子来吗?而这边捅卓遥真的是气到了吧,毕竟最为观众的我,也是气得不行。 文件走了,别人本来一大堆烦心事,你还来闹情绪,装高尚。 虽说是气到不行,但是同卓遥的妈妈还是让我有点小感动。 卓遥的软曼君说道你配不上我儿子,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看错,你和那些闹事的人一样,浅薄。 哎呀,真的是说到我的心里去了。看到有点过瘾。 朋友们是不是也对这一段感情十分不看好呢?这可以说是唯一一步,希望男主另寻良配的剧了吧,好希望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,如果非得的话,我希望,不是软曼君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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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